山寨探望十六 我怎想到這些說話出來 康遠條1988年出生 爸爸康景楠 媽媽麗穗賢1951年出生 他們兩人在1980年結婚 一家三口住在彩虹平石村南石樓三樓一個單位 康遠條是一個天生學霸 讀書成績好好的 年年都是考第一 2000年康景楠退休 一家人無領中緩 黎瑞賢做清潔女工 撿紙皮變賣養起一家人 黎瑞賢因為工作關係 將有潛在價值的東西帶回家代價而沽 工業單位內的雜物堆積如山 室內寸步難行 野萊蚊蟲之身為農居厭戶不斷作出投訴 鄺遠條在雜物堆裡面長大 開始關注住屋和環保問題 納治要成為土地出糧屍建設香港 鄺景楠退休之後 無所事事沉迷賭馬 煙不離手 本逢賽馬一入都是馬匯場外投注站投注 之後回到家在電視賽馬直播 電視機的聲浪影響抗軟條在家溫習和做功課 抗軟條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經常都覺得自己會早死 2003年去閱讀外國文獻 只要長時間暴露在PM2.5 抗軟條的環境會改變基因調控 甚至改變血壓 增加磊患心臟病的風險 抗軟男因不離手 抗軟條就認為可能就是導致患上心臟病的原因 為了證實外國文獻的理論 去收集炎盤粒子進行研究 被視為不尋常的行為 2004年抗軟條確診強迫症 入住馬利醫院 接受樓院5個月的藥物治療 住院期間他依然很努力讀書 2005年抗軟條因為住院時間太長 影響中學會考成績 每年都考第一的許 受不住刺激 精神出現異常 2006年抗軟條再次入住馬利醫院 但一個月後出院 重讀中午 在中學會考入面 拿到一休七糧 2008年抗軟條在高考拿到三個糧 獲得理官大學取錄 入讀土地七糧系 但他一心想入港大 自修重考 抗軟條自修一陣 由精神科藥物 令到他難以集中精神 擔心影響考試成績 決定自人停藥 2009年9月抗軟條心臟病發 要排期做手術 他擔心手術會導致武法者考試 他翻譯文顯 他人世界衛生組織一份報告 提到噪音令他血管內皮細胞功能障礙 導致患上心臟病 2009年10月11日星期入 馬會舉人沙田日馬十場賽事 76歲的抗軟男和抗軟條 考試成績午飯 外出去場外投注站買馬 翻譯後開電視看賽馬直播 電視機聲浪不但影響抗軟條溫雜 還令他想起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第八場賽事是重頭戲沙沙苦力銀袋賽 抗軟男落注苗德禮策旗的11號鐵拳勝出 抗軟男贏了馬之後高呼狂叫 抗軟條認為抗軟男看賽馬那一陣電視機的聲浪 是導致患上心臟病的主要原因 兩個人發生爭執 抗軟條衝入廚房 拿出賽刀 對抗軟男狂斬了五下 抗軟男傷重倒地 抗軟條將抗軟男拖出露台 德調恩說他食煙和賭馬都是不對 每個一個不對 就在抗軟男身上割一刀 一共割了120刀 由於刀不是致命傷 抗軟男全心滲血 躺在露台地上 黎瑞賢放工回家 看到抗軟男全身血躺在露台 身上很多處刀傷 抗軟條呆呆坐在一邊 黎瑞賢問抗軟條發生什麼事 世文之下 知丈夫被兒子所傷 由於怕報警會令兒子被捕 見到丈夫仍然可以說話 感覺傷勢不算嚴重 拿出藥油和抗軟男止血 將他放在床上 武大求醫 抗軟男傷勢越來越嚴重 頻頻呼痛 黎瑞賢記得抗軟男十幾年前 曾經去到註殺中醫師 夏德醫館看過鐵打 黎瑞賢去到夏德健的醫館 哭著說抗軟男家裏跌傷了 夏德健被黎瑞賢一些鐵打走 投撥落油 黎瑞賢每一日 和抗軟男精細傷口 塗抹鐵打走投撥落油兩次 被抗軟男服劃劑通物丹 和鐵打軟 黎瑞賢覺得抗軟男傷勢已經有好轉 不過鐵打走只能治療傷 對刀傷起不到作用 抗軟男的傷口感染細菌發炎流動 2009年10月24日 抗軟男的傷口繪爛發高燒 躺在床上毫無反應 黎瑞賢醫會都情況嚴重 打去給夏德健 夏德健建議報警和救護車 將抗軟男送去醫院 10月25日凌晨 抗軟男處於離流狀態 黎瑞賢和抗軟條商量之後 決定召喚救護車 將抗軟男送到醫院治理 為免救護員到達他們鎖住的單位 發現一間垃圾屋惹來不變 黎瑞賢和抗軟條用膠紙 將抗軟男綁在摺椅上 綁在首推車 用布覆蓋推到屋村外面 由平石村南石樓單位 經隧道推到彩虹村綠徵樓對開 太子道東行車天橋底 黎瑞賢在電話亭報警 等救護車來 抗軟條在救護車來之前已經離開了 黎瑞賢在附近等救護車來 救護員到場 黎瑞賢和救護員說 抗軟男昨天出門那陣 投訴感到頭痛 之後就沒有回家 他找到天橋底 發現抗軟男躺在地上 救護員檢查後 抗軟男已死了一段時間 控制警方到場調查 警員林秉深稍後 和麗瑞賢到達藍石樓 在單位內 拘捕沒有穿衣服的抗軟條 陸出後攻一陣 發現抗軟條精神異常 送到小嵐精神病院 精神科醫生雷醫生和劉醫生 先後檢查過抗軟條 抗軟條和精神科醫生說 不滿意抗軟男食煙和賭馬 認為是導致患上心臟病的主要原因 認定抗軟男不是好人 產生憎恨情緒 行兇時視抗軟男為敵人 基於保護自己和貢獻社會 要將敵人消滅 法爾萊世澤嚴師時發現 抗軟條大約失去兩成至五成的血液 只有37公斤重 相當瘦弱 身上有125處刀箱 長度由0.3厘米到20厘米不等 由菜刀等重型設的工具造成 傷口碎去舊箱 在幾天甚至幾個禮拜前造成 其中5處是砍箱 120處是割箱 有眼眉的刀箱 將面合筋削掉了 左膝的臂斬片分成兩折 手腳和頭部也是刀箱 傷失的傷口發炎 傷失傷勢傷害印帶導致行動不變 抗軟男受傷後長期臥床 傷口發炎導致敗血性關節炎 細菌最終走到肺部 死於肺炎 2011年3月警方和黎瑞瑞瑞 警戒錄影會面 黎瑞瑞瑞說 不知丈夫為何會受傷 亦都不知胸是甚麼 黎瑞瑞說 抗軟男接受藥油治療之後 有好轉 她後來再買抗菌藥和中藥施救 每天吩咐抗軟條和抗軟男用藥 黎瑞瑞同探員說 我不是包庇的兒子 他都好轉了 我不是完全無理他 我盡了我的能力 他現在走了 我都很內疚 黎瑞瑞說不報警的原因 除了保護兒子外 還為了保住公屋單位 如果報警 垃圾汪就即時曝光 防署有可能收回公屋單位 兼罰款2000元 黎瑞瑞和抗軟條權行輕重之後 決定不報警不送軟 最終因爲抗警難情況轉壞 才召喚救護車 2011年5月 警方正式拘捕黎瑞瑞 法案控以嚴重疏忽 致誤殺罪名 黎瑞瑞否認控罪 黎瑞瑞提堂之下獲准保釋 如常般般紙皮 到回收店變賣 抗軟條被斷定犯案時患了精神分裂症 承認因精神問題而誤殺 2012年2月2日 法庭佔立抗軟條承認誤殺 稍後判刑 黎瑞瑞被控嚴重疏忽誤殺罪名 2012年2月6日 在高等法院開審 檢控官開案陳詞 坦然這中悲劇 黎瑞瑞失去丈夫抗警難 兒子抗軟條早前承認誤殺 還了小南精神病院等候判刑 控方認為黎瑞瑞身為人妻 有責任照顧丈夫 她在今次事件中 違反責任 沒有將黎警難送去醫院治療 提供足夠醫療護理 導致抗警難死亡 黎瑞瑞明知如果不求醫 抗警難便會有死亡危險 足以構成誤殺 控方傳召案發當日到場的警員 林炳心出庭作證 辯方陪問林炳心那陣說 她和黎瑞瑞錄出口供的公辭 並不是原文照陸 是她致人作出珍保 甚至虛構公辭 林炳心即時否認 這樣說 我怎想到這些說話出來 林炳心承認 六七口供的陣 黎瑞瑞並不是疑犯 只是協助調查 法爾賴世澤出庭作證 她說看過黎瑞瑞和警員 在錄影會面之後 令抗警難受傷之後的傷勢 令人關注 一個合理的人 一看就知道立刻接受手術治療 抗警難失報嚴重受傷 會導致日後不可以走路 因此黎瑞瑞的描述 抗警難失報傷口 在幾天之後不斷流浪 傷勢明顯沒有好轉 要增加生存機會 一定是送院 並且給予正確治療 例如給抗生素和清洗傷口等等 而不在家接受治療 2月9日 夏德健出庭作公的陣 說十幾年前 曾經醫治過抗警難 2009年10月中 黎瑞瑞去到她的醫館 眼濕濕地 跟她買止血散 她最終買了鐵打油和活絡油給她 夏德健說 這些藥油主要是醫治根骨扭傷和止血 是不能替創傷教授傷口止血的 同月24日晚上 黎瑞瑞打電話給她 說抗警難的情況轉差 她就叫黎瑞瑞打999 送抗警難入醫院 2月15日 法官引導陪審聯裁決那陣說 一般人對嚴誤召援救護車 導致死者失救 會覺得是嚴重疏忽 陪審團如果覺得黎瑞瑞主觀認為 用鐵打走會落油 通諾班來到療傷 可以救治125度刀傷 黎瑞瑞嚴重疏忽致誤殺罪名 就不成立了 7名陪審聯退庭商業2個多小時後 一致裁定61歲的黎瑞瑞 罪名不成立 黎瑞瑞拯脫罪後 站身和陪審聯倒席 多謝你們公平公正 勞犯這麼多位大人貴人 雙手合十鞠躬 電講三聲 謝謝 法官按照黎瑞瑞的要求 將當日載運屍體到 天橋第一手推車給回去 黎瑞瑞來法庭一陣 和記者說 我不是幾會講話 辛苦你們了 勞犯了 麻煩了 警方案件主管透露 警方和黎瑞瑞錄取口供一陣 她經常答非鎖問 事外單位很混亂 今天調查難度 抗警條 承認誤殺罪 2012年2月21日 案件在高等法院判刑 代表24歲 抗警條的大律師蘇國強 抗警條希望入獄 代替判入小嵐精神病院 以被獄中繼續進修 實現夢想成為七良師 抗耀條的媽媽和中學老師 都稱讚死了求情信 客觀張惠寧判刑那陣說 這單案屬於悲劇 抗戀條是一個性格良好年輕人 對凡案深表悔意 自己讚死英文求情信 英文非常好 精神科留醫生認為 抗戀條凡案那陣說精神分裂症 剝奪抗戀條的現實感和感受他人的能力 精神科留醫生指出 抗戀條是一個有長期精神病悉年輕人 犯罪時處於精神病狀態 兩個醫生提及抗戀條還立期間病情反覆 建議接受無限期精神治療 抗戀條提出 希望判處有刑期監禁 法官認為為保障公眾安全和抗戀條的利益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45條 判入小嵐精神病中心接受無限期精神治療 2022年6月為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 平石村藍石流天井上面每一層的欄杆 懸掛大量國旗和區旗 6月26日早上 部分國旗和區旗被偷走或逃污 大後護助委員會擔心 其次可能再被破壞 晚上派人收下所有其次 警方張案件暫列作導師 刑事毀壞 侮辱國旗處理